来关注旅游新闻 因新冠肺炎疫情关闭三个多月后 7月6日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将重新开放 重开后 参观者需要事先预约参观时段 在入口处使用手部消毒剂 11岁以上的参观者必须全程戴口罩 另外 博物馆只接受刷卡支付 不再收现金 快餐和衣物存储服务也暂不开放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 让旅克·马丁内斯估计 自从3月13日关闭以来 卢浮宫的损失超过4000万欧元 约合3.18亿元人民币 而重开后 访客量最多也只能有去年下期的两三成 预计每天最多有4000到1万人到访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 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